台湾医疗迈向新的里程碑 卫福部正式宣布成立三大AI中心 包含负责任AI执行中心 临床AI取证验证中心 还有AI影响性研究中心 希望透过跨层级跨体系医院的合作 来解决AI应用在临床场域所面临到的挑战 这也能够展现出台湾推动智慧医疗的前瞻性决心 手握举牌象征各大部会机构齐心协力 卫福部部长邱太元正式宣布成立三大AI中心 包含负责任AI执行中心 临床AI取证验证中心和AI影响性研究中心 替台湾医疗发展写下重要里程碑 三大AI中心的成立将帮助解决 医护人力不足 加速新药与科技的引入 保持台湾在全球医疗领域的竞争力 毕竟当各国想要全力推动智慧医疗时 普遍都会面临到AI软体临床应用时 可能出现的偏见和透明度不足 资安与隐私等等挑战 如今透过跨层级跨体系医院的合作 就能有效解决AI应用在临床场域所面临的 落地取证及给付三大关键议题 我们设立这种负责任的AI中心 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让这个医院可以有制定好的一个规范 保护民众的一个隐私 然后也可以让这些AI 在医生跟病人使用的时候 都透明性的原则 卫福部成立的三类AI中心 就如同是医院与病人之间的重要桥梁 如今透过全国医院提案 共选出16家医院19案加入 当中就包含台大、城大、北荣等指标性医院 未来期盼能够走向全国 所以AI的应用主要就是说 它在于诊断部分有很大的功效 这个是AI目前在临床应用 只是说这些产品过去都走不出自己的医院 随着三大AI中心的启动 不只象征台湾在智慧医疗领域的前瞻性进展 更替国内智慧医疗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傅宜文邱文杰台北 最后到